學測教學生 學測教學生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莹老師 我是李勇老師 學測倒數剩下七天啦 你們準備好了嗎 今天SnapX邀請我跟李莹老師 來這邊進行一個小小的PK賽喔 沒錯啦 我們要幫助各位同學啊 去記憶 到底考試當天有什麼重要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的 學測神助攻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讓SnapX幫助你 戰勝學測喔 話不多說 趕快進入正題吧 GO 欸怎麼辦啊我好緊張喔 不要怕啦 因為我沒出過啦 欸你這樣講就不要等一下真的輸了喔 不會不會不會 好啊那我們開始 好老師那我們馬上開始囉 第一題請寫出三樣學測當中 用避袋的褲 欸不要放我看啦做壁 我想一下 好了 我這答案不錯吧 好 欸你有好時間你可以解釋一下那個笑容嗎 快樂的心 哪有這樣 你那怎麼畫畫圖 快樂 不快樂怎麼考試 你說對不對 不快樂怎麼可以寫出一篇愉悅的作文呢 對吧國文老師 對啦也是啦 對吧 好吧 李文貴一定是李銀老師那個才是很快樂的心 對啊什麼快樂的心 我是黑筆準考證跟身分證 對吧 OK 耶 沒關係 我 我OK 人情世故 謝謝人請 好 是用的原子筆需要為什麼顏色 你速度囉 欸為什麼你這麼快 因為我 這什麼 章魚燒色 章魚燒色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 黑色 這樣過關嗎 好答算過關 圖像是一種很重要的 好 OKOK OK嗎 Picture 好 下一題 如果沒有身分證 可以用什麼代替呢 太快了吧 你是用畫 來你那怎麼畫 欸不是寫的 我以為你有畫的 想問那個要怎麼畫 我剛剛沒想要畫這個 我剛剛想說要不要畫 但我覺得太難了 太難了啦 對 好 那你喔 我們現在兩分 你好多分 好的 好 聽清楚喔 有兩位同學 在考試當天同學 A忘記帶證件 鉛筆跟橡皮擦 同學 B忘記帶準考證 黑色原子筆跟尺 請問哪位同學 沒有辦法參加考試呢 為什麼 唉唷 林老師為什麼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證件 不能不帶 準考證也不能不帶 所以兩個人各自都有 一定得帶的東西 他卻忘了帶 所以這樣考試題目 有以上接錯就是選項就對了 有啊 我就這樣打啊 欸 答對了 好了那 那你錯了 OK 好吧 太好了 好 還有一題喔 好 下列哪樣東西不能攜帶入弱 三角板 圓規計算紙 插插圖 欸 我跟你講 維迪要看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的一定是對的 來你看 什麼 三角板 喔 那是三角板喔 對 三角板可以帶 蛤 計算紙 沒錯 計算紙怎麼可以帶 可是不是說學測的題目都很精準 會量出角度嗎 喔不不不不不不 學測的題目就是不能用三角板量出角度的 圖都是適宜的 這種計算紙 萬一上面有公式啊 什麼的怎麼可以 對不對 他搞不好計算紙上面有偷偷摸摸啊 是不行的喔 好不好 不要偷偷摸摸知道嗎 你是不是會偷帶計算紙進去 我沒有 你沒有是不是 OK 好 那我應該得分了吧 好這一題李永老師得分 沒問題 還有嗎 沒了 這個計算紙結束 目前李永老師3分 李永老師2分 我贏了 沒關係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好兩位老師剛剛只是暖身炸而已喔 是你們還OK嗎 OKOK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舉牌搶打賽囉 好的沒問題的 沒問題 我跟你講你真的完蛋了 為什麼 我手速超級快 欸我跟你說 手速快但答錯 也沒有用耶 我跟你講沒有問題的啦 來來來來 好那我們就開始 好 聽好了喔那我們要開始囉 好 第一題 請舉出三個在考場不能做的事情 李永老師 我想想 不能做的是 不可以作弊 然後 不可以 不可以幹嘛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作弊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這麼久還答不出來 等一下我想一下很難耶 不可以作弊 嗯 太久了吧導播 太久了 我跟你講 不可以 不可以 手機想 對吧 手機不可以想 對不對 不可以 干擾 隔壁同學作答 嗯 對吧 不可以干擾 影響考場秩序 對吧 你這樣 第三個咧 你想撿我的是不是 不可以作弊 欸 他撿尾刀 我直接作弊 有沒有 對不對 我講三個啦 對吧 對啊 對不對 好啦我等一下加油 不要講 沒關係啦 OK啦 好第二題喔 手機關正動 手機開飛行 手機關經營 哪一種是考場可以接受的 我 哈哈 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都不行耶 因為應該 要關機才對吧 對 太棒了 我剛剛以為是要開飛行就好 沒有沒有要關機 要關機 OKOK 第三題喔 請舉出兩個 不能帶到座位上的電子用 兩個喔 真的很多欸 好那我舉兩個 那個 智慧型的那種手錶 Apple Watch那種 然後 手機 這兩個一定不行 對 沒錯 OK好 那你也講幾個 應該蠻多了吧 像什麼平板啊 然後筆記型電腦 這個通訊功能 應該都不能帶進去 這個考試座位上面 對沒錯 沒錯 好 第四題喔 考試開始前幾分鐘就無法入場 前 你知道 我知道 你不要答錯喔 我怕我答錯 好你現在說 15分鐘 錯 我 20分鐘 答對了 為什麼是20分鐘喔 所以就20分鐘之後 我就不能進去考試了 對 就完全不行了 你就失去這場考試的資格 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個時間 OK 好最後一題囉 考試開始後 最少要過幾分鐘才能離場 這我不知道欸 我也從來沒有提早離場過 我都不提早離場了 對啊 我都會待到最後一課 你們要搶答嗎 好我先 好 40分鐘 欸不對 欸 那我答答看 好 50分鐘 也不對 也不對 要寫這麼久 還是 其實可以更早 更早 好我知道我知道 半個小時 太早了吧 30分鐘應該 太早等一下 好那我 60分鐘 答對了 欸我們兩個都好爛喔 真的好爛 而且30分鐘不是卡 應該就可以畫完了嗎 對啊 欸可是我真的都不提早交卷 對啊從來 盡量是不要提早交卷啦 對對對 要好好檢查 對啊 不然到時候有初心 你反而會很後悔自己提早交卷 好那這一局呢 林老師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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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啦 沒關係啦 還有 還有吧 還有 可是他 他還能贏嗎 我已經連勝兩局了 目前林老師真的要加油 對啊加油啦 我也只能加油了 好嗎 OK 好恭喜兩位老師完成兩關 我們還有最後一關喔 林老師加油 好我一定會加油 我跟你講還有一關 真的真的我一定會追回來的 好啦你就慢慢追啦 然後我就穩穩的3.8這樣子 OK 開始 好那最後一關呢 我們在想答的時候 要先講一個給學生的 考試祝福語 這有點不公平吧 欸 為什麼不公平 你是國文老師欸 啊你不要吵啦 反正我們開始就對了 好第一題 111年的選測是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我先的吧 好我先祝各位同學馬到成功 然後考試時間是 1月21到1月23 好 沒錯 啊 今年考三天啦 我們穩的 我們穩的 好第二題囉 請問早上的考試場是幾點開始 很快欸 經過祝各位同學金榜提名 對不對 早上的考試時間是 8點50 確定嗎 還是 沒有還是 你要確定 9點 9點 拿錯了 我我我 9點20到11點 第一場 沒錯 耶 為什麼你知道 我有在看啊 我都注意啊 好對不對 就是My bad My bad 好第三題喔 110你第一年學測總共有哪六項考試科目的一 全部講對喔 欸你真的舉很快欸 這我當然知道啊 對不對 好OK 祝各位同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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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虎虎身風 有沒有 對 那個 國文 英文 對 然後 數A 數B 自然社會 六個 對嘛 對不對 好啦讓你讓你 OK啦 好 第四題囉 111年學測第一件事考哪兩顆 欸欸 我每一個都是我要舉的時候他就已經舉起來了 太慢了太慢了OK吧 好 祝福語 祝福各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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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 我有喔 我想不出來了 好 祝福各位同學金榜提 欸等一下自己講過 欸我講過了 我講過了 我講過了 好 祝福同學 有講過馬道成功嗎 你自己講過了 好我自己講的 你自己講過了 沒有我們居然是敗在祝福語 好啦我有我有 好不好 你好 祝各位同學 光宗耀祖 喔齁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對 好 第一天是考下午是 第二顆是考自然 對 第一顆是考那個 數A 沒錯 對 沒錯嘛 對對對 數A 好 再來第五題喔 請問博文寫作考試是 這我哪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好 我先 你剛剛說光宗耀祖嘛 那我祝各位同學光耀門湄 這個應該作弊吧 沒有沒有沒有 就相似而已 OK 來 國文的那個 國寫考試時間是90分鐘 沒錯 國文老師應該都會答對 對的 好 第六題 給李勇老師一點機會 自然科作答時間為幾分鐘 好 你答 我一定知道 但我要先想祝福語 好 祝各位同學 寫國文寫作的時候都可以信手撈來 對對對 不錯吧 對不對 好 那個 完了 我剛剛講完祝福 那個 自然科考試時間是110分鐘 對對對 110分鐘 對吧 沒錯 還有幾題啊 好緊張 好 最後兩題喔 第七題 111年學測哪一天要考三個場地 分別考哪三科 這個好難喔 我應該知道 我應該知道 好 第二天要考三科 對 考 國文 考 英文 考 寫作 沒錯 但老師你是不是忘記講祝福 喔 祝福 對 補祝福還是不 我的祝福還是不簡單 對吧 我的祝福語是 祝各位同學 怎樣 虎年行大運 好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算你好 OK 可以吧 答對答對 沒錯 好 好 不要不要 71年學測成績等公布 這給你這給你 哎呀 沒關係我就不打了 你剛剛不是要打嗎 應該是過完年 對不對 當然過完年 因為這是考完一個禮拜不就過年了嗎 公布時間 公布時間 好難喔 真的好難喔 等等 猜一下 你先猜 好啦 我先講祝福語好不好 我們先搶一下祝福語的環境 祝各位同學 你不是國文老師嗎 不是 因為突然間要想祝福語真的很難 你這樣祝福語的偏少喔 好啦 這樣不行喔 那祝各位同學一帆風順 好 好無聊喔 好吧 然後時間的話 2月13號 對嗎 錯了 好 有嗎 好 那先祝福各位同學 嗯 福如東海 獸筆南山 這也是祝福話吧 抗議抗議 這樣子祝人家生日耶 對 對啦有點不定義啦 好那 對啊 那祝福各位 呃 我覺得這個環節好難喔 好難喔 祝福各位 呃 孜孜不倦 好 OK 還有還有其實還有啦 演一下而已啦 對不對 那個應該是2月28號 喔 這裡太難了啦 這裡真的很難耶 那你要做國語餐啊 好不好 繼續猜 繼續猜 對 2月17 過 2月20 過 那你可以說 再高一點 往後 2月23 往後 2月27 往後 欸 3月2號 往前 3月1號 YES 可惡 我跟你講這就是運氣啦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種 好啦好啦 我會不會輸啦 有可能喔 那這一局是 李永老師獲勝 對 沒錯 OK啦 目前呢 李永老師是1分 李英老師是2分 那我們就進行懲罰 還有懲罰 所以我還是拿下了這個環節 謝謝大家 隨敗有榮 好 OK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老師參加今天的好前七天學測不可以在 最後有沒有一些話可以免疫鏡頭前的同學們呢 嗯 李永老師你先講 好的 如果你在學測前啊 感到緊張的話 可以到Snapash的頻道 找到最像志祺七七的那個人 點開就對了 蛤 志祺七七 沒有喔 各位同學跟你們說 我們頻道裡面 根本沒有人長得像志祺七七 大家記得去看我的理解雜貨店喔 不對不對 要看街頭突擊隊 這樣子你才能在考前的時候放鬆喔 好啦 我們今天的節目啊 就到這邊搞一個段落啦 希望我們這一系列的學測神助攻的影片 能夠幫助到螢幕前的同學喔 我是李永老師 我是李永老師 期待學測後可以聽到你們的好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跟你講你死定了 我跟你講你也死定了 我跟你講你也死定了 好你說 我手速超級快 所以你是 內湖 內湖最速男嗎 這可以講嗎 我剛剛 他剛剛 他剛剛 不是 他剛剛一臉就 那個野生就說 你趕快說內湖最速男 我心裡想說 不是不能講嗎 好 欸 好好抱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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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